還有很多汁 看著 這個真的很好吃 好吃得去 有很多汁 歡迎收看不熟不食Cooking Room 這次我們想講講一個非常簡單的細餐 一個沒有難度的食物 但是就可以做得很好吃 會簡單示範如何去改舊豬 如何去令到它英俊 我只可以說這次這個食譜是沒有技巧的 握個讚一流 想買記得要留意那個資料和用優惠碼 歡迎收看不熟不食 我們又是時候做一些西餐 西餐 牛 雞 豬 這些其實都走不掉 這次想講一下這件 很便宜 很大塊 超大塊 大約是3KG左右的豬扒或豬扒 記得我不是豬肋骨 豬肋骨沒有那麼多肉 真是薄很多 這個是豬扒來的豬扒 由頭到尾 你見到它那個厚度 是一路一路厚 一路一路變薄 我們稍後調味的時候 我們會將肥膏飛走去 就是飛薄一點 就不要飛了 然後做到漂亮一點 就會將骨的位置叫做French 即是將那個肉的部分去除表腦骨出來 這個是要令到它的效果看起來漂亮一點 可以不做的 不過就做了會漂亮一點 客人或者是朋友來到吃的時候會開心一點 還有一些很基本的處理 對 伊比利亞的黑毛豬其實大家都知道 都不會說很粗 都會很好吃 但是怎樣才可以令到它外觀漂亮 怎樣才可以令到它焗出來剛剛好 有多汁 大家見到會開心 有好味 這個就很重要 這次是想做到這個色香味 哎呀 彈到眼睛 這次是想做到這個色香味 還有想說在家裏做到一些很便宜 但又很好吃的食物 事不宜遲 我們先解開包裝 這件已經是預先我解凍了的了 我們解凍的時候 都要留意一個包裝裏面 它都會有些少許的血水釋放出來 因為你解凍的時候 它怎麼都會有些水分迫出來 我習慣在星盤做 因為倒了它 這樣倒是最方便 倒了血水出來之後 就可以將包裝就撕布 撕冷它 差點掉下街 然後就可以將一張廚房紙印乾它的表面 不要洗豬 這個豬不需要洗的 通常這些Iberical的質素 都會比一般的急凍豬好吃 所以就相信它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我們只要將它表面印乾 不斷地改改它 就OK的了 我們稍後調味的時候 處理的時候 就會得心認受很多 好了 這個就是那一排骨 不是那一排骨 平時我們外面買有骨豬扒的時候 就一件件我們買的時候那些尺寸來的 就是換句話說 你戒開一件件 就是我們平時買回來的那些有骨豬扒來的 好 我們先攪骨 那我們的骨 你要留意一下 有些肉在這裏 那我們是想將那個骨就表露出來 那就可以將這個肉就沿著骨的邊就飛走去 那其實你會覺得是不是好像在浪費肉 其實就不會的 因為這些肉其實你都不吃 真的 其實你都不吃的 然後這個骨還有少許肉在那裏 那其實怎樣攪拌呢 我鏡頭遷就不到給你看 我還是先躺下它 那你就可以用一刀就將肉在骨的表面就刮出來 那這個骨就是我們想呈現出來的樣子 那你 其實我們條條骨就是這樣做的 那我們就去吧 不要說了 那我French圓再跟你說 好 攪完一邊之後就反轉 攪到另一邊 有時候不要太遷手 好 攪拌之後你就可以 用一張廚房紙 就輕輕將我們French圓的部分就 抹走黏在上面的肉碎 那這件事就會完美一點 漂亮一點 那你不撕都可以 轉頭煮的時候它都會脫掉的 French圓的話 你都會見到那塊肉是漂亮了很多 就是看上去都威風一點 是不是任何帶骨的東西都威風一點 虎頭派也是 一塊骨都威風一點 下一步就要改一改那塊肉 那塊肉呢 你會見到 其實它有個肥膏的CAP在這裏 我們就不想要它 但是就不要去掉了 去掉了 煮的時候就沒有脂肪 沒有那麼香 又沒有那麼滑 就差一點 就不斷飛一飛 主要是我們想調味料能夠入到肉的裏面 那就可以了 好 怎麼做呢 那其實就是 那我方便我自己 我拿一塊肉過來 那其實你見到有個肥膏的CAP 那其實你只需要輕輕 改走表面的肥膏 不要太過深 輕輕 那我們見到有薄薄的一層就OK了 盡量不要飛中太多的肉 那留一點就OK了 那如果這些位置的 譬如是覺得難改的 改不了的 那就拿起它 壓高它 那就這樣去切它 也可以的 是啦 就這樣 OK 我想保護它多一點 因為這個位置會在比較高的位置 即焗爐腳高的位置會比較熱 那我想這個位置多一點肥膏 下面這些位置就差不多了 這個部分到最後會捲著在焗爐裏面煮 所以其實這個面子你割什麼花 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是你可以入到味就OK了 然後還可以的 我們反轉 加在後面這裏 那後面這裏呢 你見到有排骨的嘛 那是些膜的嘛 筋膜位呢 入不到味的 那所以就要在這個筋膜位置就割進去 割穿筋膜 那就有些人會撕的 但是你割穿都可以的 主要是想要那個調味料呢 那個味道可以入到的 然後呢 就可以給味了 調味料方面呢 需要少少的基本西式香料 包括是黑胡椒碎 甜椒粉 下燕胡椒 這些叫做Ground Mustard Seed 一些芥辣種子的粉 紫鹽粉 這個蒜粉就很重要了 沒有的話記得要買 那如果再上加其他香料呢 就色除尊便 沒什麼所謂的 那鹽就不要加 鹽呢 它扯水扯得很厲害 那就不太適合我們長時間的醃製 那有些人會用糖的 但是呢 糖呢 都有這個扯水的功效 所以就建議都是 最後才上 即是鹽和糖啊 這些是最後焗之前上都OK的 但是太早下會影響那個肉的肉質 就不太好 不太建議 灑在它的表面 那要怎樣做呢 先灑底 然後就 轉頭才攪麵 因為底的調味料的需要會少些 兩邊的肉都要的 頂部都要 這些隙子都要 那個筋膜位的隙子 將有調味的部分抹一抹 好 然後呢 就抹開那些隙子 再灑 非常好 好 然後這個時候就有它 入一入味 我們就可以 放進冰箱去攤 這個調味過程至少要四小時以上 那你喜歡可以放過夜都OK的 那我稍後四小時回來之後 就會再跟大家說它怎樣處理 好 好了 四小時之後回來 我們把豬出來 那其實已經拿出來一段時間 放在室溫攤它半個小時 因為我們冰它的時候 它會變硬的 還有我們要它真的放鬆了 才拿去煮的 OK 這個時候我們今早說過 就是這個豬有些人缺少了 就是它的鹽 這個時候就放少鹽 在它皮的表面就灑上這個粗鹽 這次用到這個紫色還是粉紅色 粉紅色的喜馬拉雅鹽 人家說香一點 沒太鹹 然後就一樣 輕輕再擦一擦它 這一步就Optional 假如你想去焗的時候香一點 我們可以將骨和肉之間的部分 輕輕用火槍燒一次 然後當然皮的部分都要 這個是我們的梅立反應 它有這個香味 我們焗的時候才會更加香 先燒骨這裡 燒香的部分 燒香骨的部分之後 就可以燒皮的部分 皮的部分就慢慢燒 我們想去燒焦一點點 香味才會厲害 釋放它的脂肪出來 就是我們的目的 拌一拌它 把我們這一邊還沒燒的 都燒了它 這個是我們的廚房好拍檔 廚房繩 用廚房繩的時候 就用一隻碗 將那個繩頭 就擺個 輪子擺在碗裡面 然後就可以方便我們捲 因為我們拉的時候 那個球不會去別處 我們做這個豬 我們有一點點額外的香料 包括這個百里香和米蝶香 這除了是這個Rosemary 和我們的Thym 我們就捲在這個豬的裡面 放在中間 由短那邊開始捲過來 因為短那邊過來 可以讓另外一邊吸得住那個肉 我們就捲它 其實這一步是 唯獨是這一步比較繁複一點 就是麻煩一點點 其實一點都不繁複 那就 輕輕磅一磅它 動起它 先捲個頂 我們再輕輕 之後再收一收形 加多一圈 就可以令到它那個形狀 定得好一點 沒那麼容易脫 沒那麼容易鬆 OK 這樣捲了 然後那個結就打兩下 打兩下之後 就鎖一鎖 鎖一鎖 向直再鎖一鎖 它就會結實 然後就給它裂 這個是最基本第一個圈 那麼這麼快 我們這個豬就被我們焗虛捲到一個 皇冠的形狀 我們要考慮一下這件肉 因為其實你要知道這件肉的外邊 就一定是最快是受熱的 然後肉的裏面 是最久才會進去的 打斜輕微 就刺進去肉的中間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probe要探那個溫度 然後就可以放入虛焗爐 就有很多焗 我們焗爐去到攝氏120度的時候 就可以把我們的皇冠珠放進去 這次這件珠 現在這個狀態 就真的可以叫做皇冠珠 因為它真的像皇冠 OK 我們就放進去中間部分 不要放那麼頂 然後如果你有肉探就刺住它 沒有的話就 我告訴你時間 我告訴你 總之我現在是攝氏的120度 好 開始的時間 我先設定目標溫度 目標溫度我要去到攝氏的65度 好 現在是下午的3點39分 晚一點 去到我們的5點02分 肉的溫度它要去到61度 其實可以見到那個肉 它已經是變成啡色 還有廚房都已經很香的了 OK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扯一扯它 就叫做不斷地搓一下它 令它的肉味更加出的 我們是將溫度升溫 這樣就升對最高 那麼就 我這個焗爐就去到203的 那就用203去扯一扯它 煮到65度中心 就可以拿出來休息了 好 我們夠時間的時候就 拿出來先 嗶嗶嗶嗶 行啊 知道了 哇 好熱啊 好熱啊 哇 神經病啊 不過好熱 真是好熱 拿出來先 不要開玩笑 這個時候呢 就包錫紙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半個小時 就這樣 休息一下就OK Loosely sealed OK 半個小時回來之後呢 我們就再切出來 讓你看一下是甚麼樣子 OK 好 我們休息完半個小時之後呢 就可以揭開去神秘的面紗 那就 這些不漂亮的部分呢 就可以將它拔走了 那你把石紙不要浪費 那我們就撕一些出來 將它那些露骨的部分呢 就包包它 然後就會拍照才切的 因為切完之後呢 那個皇冠就會消失的了 對不對 所以就先拍照 最美觀那一刻要留下的 插多一支草 是不是不夠 插多一支吧 兩支 威風一點嘛 好 就這樣 好多汁 好像很多汁 好 我們先拍照 我們補充一點資料 豬的熟度呢 其實你可以自己調教的 假如你想去再生一點 再水一點 再滑一點 63度都可以 小弟認為這隻豬呢 65度就會多人去接受到的 千萬千萬不要嘗試70度 70度你拿出來 它變成75度 那就會很粗糙 湯渣這樣怎麼吃呢 那就留意一下 那我們就 不想是有些繩子 在我們進食的時候 黏住在肉上 因為 不是很享受的這個感覺 這個感覺不是很好 真的沒理由吃吃吃 然後有些不能吃的東西 亮燈儀式就正式開始了 我們就在 哇 很多汁 我們先切側近這一塊 因為側近這一塊 最好切 那沒理由切中間 切中間 那這份東西就散了 哇 好像很棒 哇 粉紅色的還 哇 好像很好吃 先試一口 哇 正 你可以看到它 還有很多汁 一顆醬 看到嗎 先看一看 這個不容忽視 這個真的要看 看著 哇 Bloody hell 這個真的很好吃 吃多幾塊都不會太粗糙 哇 好吃得去 想說有很多汁 超多汁 還要很軟 看著 好像火腿那樣 好美味 嗯 沒有蝦漿 真的很好吃 多謝收看不熟不吃 喜歡的網友 一定要讚好 分享出去 訂閱頻道 追蹤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抱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